欢迎收看本期首会说车,我是嘉良 比亚迪前段时间出了个非常高端的硬派越野车叫仰望U8 哇,四轮独立电机,原地掉头,水上启动,简直不要太牛了吧 当然了,仰望U8的定位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也就只是仰望罢了 这不,比亚迪又新曝光了一款正在路市中的硬派越野车 新车将是比亚迪F品牌的第一款车型,内部代号为SF 这款尺寸要比仰望U8小了一点,也就和奔驰大忌差不多吧 虽然披着厚厚的伪装车衣,但难不倒咱们的首会,为大家抢先预测一波 首先比亚迪SF车型车人尺寸上官称是将近达到了5米,轴距是2800毫米 定位于中大型硬派越野车,尺寸方方正正的,的确很有大忌方盒子越野车的即视感 最初我以为会采用同仰望那种车头的设计风格 直到看到最新的一组伪装车照片,可以不难猜出新车大灯很有可能采用横向灯条的布局 再加上隐隐约约透露出的这种横向中网的轮廓,这就让我想起了前不久给大家预测过的BRD皮卡车 它俩说不定还真有家族统一风格的设计 大中组为其采用了双层举阵样式LED日行灯呈现出F字样 也与F品牌相照应,内部多条LED灯带,并且上下均具备两组LED方形透镜大灯 让这组看似复古的方灯中又透露出现代工业的光学美感 而且还为其在大灯组的两侧一字版转折之处做了橙色的试宽灯 中网的造型也采用了较于粗犷的银色横向饰条 整体嵌入六边形轮廓之中,让车头看起来更具厚重感 而且背光的BYD车标也欠于中部 作为一款硬派越野车,独立式前杠也绝对不可或缺 其实对于越野车的前杠,无需复杂的设计,耐用,耐看,提升接近脚的功能罢了 同时还要为其预留脚盘接口,再装上两组雾灯,这样的设计简洁又相当搭配 而这就是加量预测的BRDSF硬派越野车车头的一些细节设计 硬派的粗广中流露出复古的设计元素,细节中又不失科技精华 或许这就是BRDSF对新能源硬派越野车的诠释 车人侧面方方正正正的造型,直上直下的线条 也与大技木马人等等之类实用派的硬派越野车相仿 我觉得这并不能说是抄袭,因为越野车追求的就是实用性 所以大家都懂得这样的设计是最好的选择 季节之处,在这台SF硬派越野车上BRDSF并没有为其装配电动伸缩是门把手 机械把手才是越野车最为可靠的选择 我为其拿来了仰望U8的一套轮毂 多服调镀铬装饰于城市风格,与这款硬派越野车搭配也是相当耐看的 下面换个角度来看车尾 其实单看伪装车的车尾照片,不说这是BRDSF,你猜是木马人,大技,坦克300,甚至BG40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硬派越野车背上小书包,可不都是这个造型吗 但与其不同的是,BRDSF越野车可是长度近5米的中大型车 明显看到CD柱车窗尺寸还是比较大的 也就不难猜出,该款车型很有可能装配第三排座椅整车6到7座的布局 除此之外,尾灯的造型也别出心裁 采用了更具立体感的几何多边造型 点亮之后也极具独特的识别度 瞬间尾灯轮廓清晰的线条转折,也为一字板呈现出硬朗的造型 看起来相当结实 另一处细节,在地柱侧窗末端采用了一处较大的多个装饰 摄影师用这样的手法估计也是为了活跃一下这台车大量的横向线条 让车尾增加一些活跃的线条氛围 位于尾门上的小书包采用了外露的布局 不需要繁多的装饰,即可展露出越野车的野性 同时与车头一样装配了独立式的后保眼杠,车牌位于一侧 而且杠铁预留了拖车钩的牵引口 该车也具备拖车牵引资质 而他说呢,基本上就是这台BRDF品牌SF硬派越野车的车尾设计了 这样一看是不是也很与众不同凸显设计的独特之处 动力方面,官呈生将提供与线款BRD相同的DMI和DMP两套动力总成 DMI主打的就是长续航DU号的用车高性价比 而DMP车型则是追求极致的性能体验 那么这款SF硬派越野车搭载DMP双电机后 零百加速有望达到几秒呢,大家也可以猜一下 官呈生其综合最大输入功率将达到500千瓦 最大续航有望实现1200公里 同时还官呈生该车型将基于飞车载的底盘打造 配备前后机械插速锁,电控中锁,拥有理论意义上的三把锁 是一辆名副其实的硬派越野车 最后至于售价,巨透露,新车将定在40-60万之间 其最大的竞争对手将是即将上市的坦克500混动版车型 而这款BRDF品牌的新车也将在之后的上海车展正式亮相 喜欢家梁首绘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波 之后上海车展,家梁也会为大家带来BRDSF的最新报道 带大家先赌为快 好,这就是本期首绘说车的全部内容 我是家梁关注,我抢先带你看更多新车